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图 那如果背景音乐你不喜欢 你可以把它删掉 来我们从这边我可以把它删掉 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老师你想要找一个你比较喜欢的背景音乐 你就找插入这边 好找插入这边有没有一个背景音乐 你点一下 它都会出现在右手边 右手边 那你可以选择我是套到整个片段 还是只有你选择的片段 那你看免费的音乐总共有274个 你可以用搜寻的 那它也会有一些类别 您可以看到这里有比较comic的什么 比较明亮的 讲话的 比较轻松的 你都可以找看看 那如果有比较喜欢的 你可以自己加信号 你看我们在CAMERA里面 范本跟内建的一些图顾 是不是可以加信号 你以后比较好找 来我们听看看好了 我这个有加信号 就是我比较常用的 我现在固定片头 我都用这个 然后我如果是看我的那个背景音乐的 我现在都用第二个 我切小针一点 在这边 你听看看 像这个说故事就不错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像这样自己先找一找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像这一首我有用过 好如果假设我要用这一首 就按插入就好 好这个时候呢 你就看到他就跳进来了 可是预设的话 他声音会比较大声 你看 有没有 有点大声 所以你的背景音乐 你可以选择 我就调整音量 如果是在讲故事的这个过程 我就不需要太大声 我就小声一点 像这样就好了 这样老师OK吗 所以其实他的整个操作性上来讲 其实就是相对来说蛮方便的 那我们补充一个 我们不是说他有那个虚拟人物吗 对不对 在哪里 一样在插入这边 您找一下 插入这里 有没有叫动画人物 有 就是他 所以小朋友的话 其实还蛮方便的 你可以用这个 来你看 慢慢的从网路上下来下来了 他有两种 他有两种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种 你看滑过去 有没有嘴巴会动 对 滑过去嘴巴会动 可是这个动就是一个动画 不是我讲的 就是不会对你的嘴型 对对对 他只是让你觉得说 这样有一个比较可爱一点 这样 那第二种是什么 你往下走啊 你会发现有另外一种 比较 看起来比较阳春型的 好 还在下载中 好 这个这个 有没有 这种比较阳春型 老师看一下 他的图跟别人不一样 这是他第一次推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别人的是这一种 他的 下面有这个 有阳春 对 来 我点看看 点进去 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谈话故事 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 等一下 等一下 对 就像DID 就像DID 但是 点进来 你看 重点是 你有不同的表情 有没有 还有不同的姿势 有看到吗 只是说他的 弧就是比较死板 所以你们要他举手 有没有 你看 这里就会变举手 有没有举手 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他为什么D版 你可以加两个 就是像这样子 对 比如说表情 你要什么惊讶 生气 他就会 这个表情会不一样 所以 不是说那么好 但是 后来 所以他为什么就改成这一种 因为有很多可爱的 有没有 甚至如果你真的没有你要的 你可以跟他讲 我想要制作角色 你可不可以帮我做 你可以提出你的愿望需求单 好吗 这里是许愿池 他会不会帮你做 我不知道 对 但是 但是有机会 会帮你产生出来 这样子 这个叫许愿池 这样 OK 好 所以这里我们补充一下 有这样的东西 你也可以 有一些是 有 讲说他回身去 语力变连 他的嘴巴 对 他顶多就是 这样 张开动而已 对 他并不是 就是 对对对 他不会跟进你语音的内容 好 哎呦呦呦啊 这样子去做改变 这个就看他了 那我们 要让他挂出来 好 好 来 假设我要这位帅哥 好了 点进来 那这个时候 今天 他所套用的半位 只有这个部分 对不对 所以你到这里 修改适用范围 有没有 跟我们刚刚图片一样 那就是一张图片 你就看你要全部的 还是你要指定 某一个范围 这样都可以 对对对 这样他就会延伸了 好 所以其实他就是把 原本我们一般 简介单体 横式的 改成直式的 你看就整个翻转 90度之后 呈现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 好 这样子 OK吗 那最后我们来加上 片头跟片尾 这样才能够从头片到尾 嘛 来我们看一下 你看 如果 如果你把这个当作是一个投影片 这样是每一张投影片 那我有需求 我可能在上面 可能在中间 我要再插入另外一个投影片 怎么办 滑鼠滑过去就好了 来老师 您看一下滑鼠滑过去 有没有添加片段 移到中间 有没有添加片段 你不觉得跟CAMBA有点像吗 CAMBA也是这样 只是滑在中间 所以我在上面 怎么办 以后只要学会CAMBA就好了 有没有看到 你是要影片的片段 图片还是空白的 都可以 假设我想用那个图片片段 我就用AI产生 可是我自己做好 以我自己平常的做法 我会放 因为我会在CAMBA里面 去把我那一段部落格 你看我的部落格 我前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开头的图场 所以我就会拿那一张来用 对对对 平常 我最近有写一篇是那个 老师倒是可以关注一下 那个 用CAMBA 可以设计很多的那种简报的图档 我看一下 在这里 我蛮建议老师可以玩玩看 就是CAMBA 用CAMBA做也可以 或者用那个 微软现在有一个新的 叫做Denizer 大家应该都知道 微软常常看不过人家太好 CAMBA不好 CAMBA 他觉得太红了 他就推出Designer Notion太红了 他就推出Loop 戒面完全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看到那个Loop就觉得 怎么有人学得这么像 但是 唯一的优点就是有中文 对对对 缺点是没有资料库 没有 有点做一半那种感觉 但是 像这里面我就分享很多 我用CAMBA去做简报的 开头或背景这样子 因为你拿CAMBA去做简报是一个方式 对不对 可是我也可以回归到我们标准的 PowerPoint Google简报 那我用他来做我的那个开头的那个图案 也很不错 所以我给老师看一下 我平常部落格的或者那个影片的 我都会在CAMBA里面先把 我因为我现在写的大部分都是一系列的 所以我就会针对一系列的这些内容 我给老师稍微做个参考 好来 用这个好的 像这个 这个就是我在讲那个AI课程的 那我的简报 我就会像这样 你比如说像这个是儿童班的 我就改这样子 标题改一下 有没有 我就用这边做好啊 然后这是内页的 那做好了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Google简报或PowerPoint 里面是当背景来用 就好了 对啊 不要 真的不要 有的CAMBA就没有朋友 好不好 其他工具还是很好用的 都可以搭在一起用 这样子团结力量大 你可以做的变化更多 怕的是有一个你就懒得去试其他的 那微软那个denizer也不错 也不错 好 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了 我做好了 你看哦 我就来插入图片片段 那你可以用AI生成 也可以从电脑上直接上传 我就从电脑上来上传 找到我平常在用的 好 找到我的这里 OK 这里 好 你看 最近 这里 好 那您看到哦 我这样子 有没有就产生一个空白的 是不是就进来了 就多了一个片段可以用 有没有 这里就是那张图片 那他预设会有五秒钟 有没有 一二三四五四五秒钟 一般来讲我们大部分就是影片的话 通常至少会五秒钟 所以如果你就太多 怎么办 倒退键 有没有就删掉一秒 如果你觉得不够长怎么办 老师你会的 点到他可以复制贴上吗 对嘛 复制 贴上 这样影片就多一秒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很有意思 那这里 我就搭配我的什么 片头的音乐 可以吗 好 你看我就来这边插入背景音乐 插入我的片头音乐 点到他 但是我只要当前片段就好了 对吧 我不需要那么长 片头在这里 好 OK 好 这里有了 有没有 就在这个段落 好 但是我们刚刚 因为还有一个背景音乐 是不是整段的 这样两段会重复 就是这一段 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 所以我从上面往下拉 有没有 拉到下面来 这样第一段 我的时间是不是就空出来 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这样 来 我们试试看看 抱歉 我声音关掉了 这 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童话故事 是一个 有没有 只是这个音量有点大 我看一下 原来他这边预设是音量大声 难怪我想说为什么今天特别大声 好 那我就先暂时不改 但是老师知道意思 所以我可以用这样 是不是先有片头 然后就开始我的进行的内容 最后结束就看你了 就是你要一个什么 感谢聆听 谢谢之类的 你是不是就加在最后面 这样完整的一个编辑过程 老师就比较清楚了 三 如果我们这里有一个没提到的就是 我们刚刚字幕的部分 现在是用AI自动产生的吗 如果字幕是我们刚刚外面做好的 怎么会进来 你看在字幕这边 有没有一个叫做导入 你看点进来 是不是支援SRT 所以你就不要用他内建帮我们辨识出来的 你就直接丢进来 这样子的话 你的字幕是不是就可以做了 这是比较正确的 只是说他可能跟上面这边会有落差 所谓的落差是什么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我先把它做一个储存专案的动作 你看我打开我旧的 各位如果你有编辑过的你的旧的有没有 这一点跟简印很像吗 都有缩图可以看 那我真的真的真的 来这里 好你看 我看一下 像标准的就会像这样 你看他辨识出来了 跟我真正的有没有一些不一样 后面是不是有个问号 这样 然后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个问号 有没有 然后你看下面这里 他有辨识到我这里没有字幕 这样了解吗 所以跟我们刚刚一开始用他demo 那是最完美的状态 可是我们真正在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形 那在这边我们让老师稍微认识一下他这些符号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我简报里面有特别提到 在他这个部分 你要认识一下他那个符号的意思 在简报第十页 简报的第十页 有没有看到 你主要会看到的就这三个 叉叉叉几秒 这个就是超过一秒以上的静音 因为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有没有可能后面会有什么 就是我讲到一半 然后大家在操作 但是还有影片 可是没有语音 像这种你就可以就是做调整 甚至我可以快速的把这个直接删掉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然后如果是像这种点点的 就是小于一秒 小于一秒的 就是他那个间隙是小于一秒的 然后问号的就是他分辨不出来 这个是什么 比如说他的语音辨识不出来 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回到刚刚这边来 你看我里面有没有这种辨识不出来的 这里是不是有一小段 你不要你就把它delete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一段我可以把它拿掉 点到它按倒推键 这样就没有了 但是老师应该也知道 可不可以快速的全部删掉 可以 不过这个就有点风险了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是你在操作 比如说我们以软体 像我来讲 软体操作过程 我可能需要看到那个画面 虽然没有讲话 但是那个操作 比如说我滑鼠移动的过程 我要留下来 对对对对对 这个要看情形 如果老师的是属于一般的 像这种演讲式的 那当然这种就是丢掉丢掉 就没什么关系 这样老师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要看你的情境 然后你看我上面还有点点的 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点点的 你看这里还有两个问号的 有没有 一个两个 反正那个都没有关系 如果你觉得 其实真正在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事实上这里会有一个停顿 会有一个停顿 如果你觉得这个停顿真的会 觉得不必要的 你就可以把这些都拿掉 其实检印也有类似的功能 这种就是修改 所谓的静止区 那个叫做静止区间 好像是在编辑这边 在这里 对 你看编辑的后面 有没有一个简短静音区间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直接指定 你看他找到86个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好 最长的一秒 然后你可以告诉他 那些区间帮我缩减一下 你就会让你的影片比较急臭 不会说中间怎么突然有一个 好像停很久这样子 所以现在这些都可以批示直接出 对对对对对 所以 短视频的部分就比较节省那个时间了 大家现在时间都宝贵有没有 这样老师有没有比较清楚了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 你看你可以把你的字幕 你可以汇进来 那所有字幕的格式都可以改 编辑这边 字幕格式都可以改 都没有问题 这样了解吗 最后我们就只增加输出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输出 你看右上角这里 右上角这边有一个输出 好 那你看 他可以输出的格式有没有很多 直接变NB4 好 这是第一个 那变NB4 以我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把字直接压在影片上 好 这种方式是一种 对不对 那如果老师你不想要把字幕压在上面 你可以先到字幕这边 告诉他 我现在不要显示字幕 就关掉了 只要你汇出的时候 就是没有压字幕的影片 那一般来讲 如果老师您 比较在意流量的 那我就建议你就是 除了有字幕以外 最好YouTube那边 字幕另外上上去 因为有上字幕的影片 对SEO就是那个搜寻的排名有帮助 那也比较容易被找到 对对对 这个是看老师有没有这个需求 我意思是SEO 对对对对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那个YouTuber 他都 其实影片里面已经压字幕 他就送上去 就是为了让排名比较前面 因为收信群在找的时候 看影片绝对是比看字幕来的难 因为他要花更多时间 如果你有字幕 他就是文字丢进去就直接做完 所以这个是有帮助的 好那另外我们看 如果老师呢你只需要输出字幕档 有没有 是不是就直接输出字幕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拿到别的影片编辑软体 再来用 或者到YouTube里面直接用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把Viru当做是什么 终界软体 你看拿回Premier 拿回Final Card Pro 拿回达芬奇有没有 他开中名义了 你那么那些字幕功能那么做 我来帮你 做好了你再拿过去 做你该做的 对对对 再来 如果老师顺便经营Podcast的 有没有直接变成MV3 直接输出MV3就好了 影片不用嘛 要听故事就听故事 用听的 也可以 再来 下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有没有透明的影片 对 如果老师您的 来我做一个给你看 你看我们在这边 刚刚不是增加一个空白的吗 好 你看我也是增加一个空白的 这样是有一个背景颜色 不管它 你 你如果我只要 插入 假设动画人录好了 好 这样子 它出去的时候 就是 因为背景只有颜色嘛 没有叠影片啊 没有叠图片 出去这一段 就会变透明了 这样了解 但是如果你有自己增加 像这个 有底 像到这边 是不是有 有那个影片内容 这样有没有透明就没插 这样了解了 好 OK 好 那如果你插入的是影片也可以 你看这里 你也可以自己把自己的影片插入进去 来 我先用那个 我先插入它免费的好了 您看一下这里的影片 所以如果我要这一段影片 所以如果我要这一段影片 好 正在下载中 你看哦 我不要把它当背景 我用这样子 也会变透明 有没有 这样子 这样子是不是也是当作图片来用 其他没有填满的地方就会变透明 这样子 好 所以输出在这边也可以 那另外当然你也可以 就是单纯的 我完全就是变成图片 有没有 PNG GIF 可是这个 这个话 可能就会变比较长了 就不太 那么 适合 好 像这样子 那最后啊 他其实还可以怎么样 假设老师的是共编的 你可以 上传到他的社会 别人进来 帮你做 确认 看看这个影片 有没有需要再修改 或是那个 调整的地方 他虽然不能在上面直接编辑影片 但是他可以 他可以加入注解 那你在 下次 你的电脑打开这一段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哦 哪位 同事或哪位朋友 对于哪个地方有意见 他就 你就会看到他会通知你 那个嘛 他就 加入 这如果我会要 他有这个功能 来 比如说 这里 我叫做片头 对不对 好 你就可以来这边 你看哦 他在应该是编辑 有没有叫标记 标记 对 标记 有没有 这里 对不对 有一个标记 所以如果 老师你在编辑的过程 我这一段 我觉得还有点疑虑 那我就来标记一下 不同的颜色 他那个叫标记 点到他标记 有没有 你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标记起来 那到时候呢 我们可以 他这边我记得可以筛选 只要红色的 我看一下 我记得 显示标记列表在这里 好 那红色的就列出来 有没有 有没有这几段 然后我刚还有什么颜色 没有了 我都是红色的 好 有一个黄色的 黄色的 有没有标记出来 所以这个是适合编辑的时候 有些 我可能还有一些疑虑 或者我觉得还可以再调得更好的 我就先做一个注解 只是它是用颜色去代表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像这样去做 做一个调整 好就是透过它的标记列表 去把它叫出来 这个叫做标记 显示标记列表 起来 那如果可以这样标记 我们的专案 转 如果分了给别人 如果你要转 那你的专案要给别人 好 我们在档案这边 是不是可以储存专案 没有 不过它的专案跟我们一般那个影片剪接一样 也就是说它的专案是只有一个专案档 你看我们用威力导演 你给人家专案档有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你的素材没有带走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叫打包 目前 Vertu没有打包 但是它有一个功能 因为其实你用到的这些东西 除了你自己的 就是专案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图档以外 那你可以到这个地方 你看 它有一个叫做 你到档案这边 档案这里 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作业档资讯 作业档案资讯 它就会告诉你 你现在编辑的这个专案档 放在哪里 你的原始影片放在哪里 有没有找到 在档案那边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找 找到你的这个你的影片档案跟你如果是像图片啊 或者是那个声音 它好像是直接存在这个专案档里面 但是你的最原始的那个影片 它不会包在里面 所以等于你要给别人要请你准备两个 一个就是Vertu的专案档 一个就是你原始的这个 那这样别人打开的时候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打开 你里面的字幕啊 那些就会留在里面 那所以可以去对 你看这里是可以去对应 有没有 我可以去变更 万一我换了 是不是可以去变更 这样您了解意思了 所以它目前是没有打包的那个功能 就是我没有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素材都打包 带走 所以我们平常还是建议老师 如果您在编辑这种影片的时候 最好就是开一个资料夹 然后所有相关素材就丢在里面 这样你带走 总是就比较不会忘记嘛 对 这个是我们这样 Vertu使用的时候一个 可以用的一个情境这样子 这样OK吗 好 时间真的差不多了 其实还有蛮多没有讲到啦 只是可能就是老师您可以再参考一下我部落格 就是我们简报里面 然后还有部落格上的一些文章介绍这样 这样OK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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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